说老实话,楚阳都没想到居然这么快就再次见到他。 他本来以为最少自己要到了圣级或者天人级的高度,雪泪寒才会出来与自己相见。 甚至一直到自己冲到巅峰,雪泪寒也未必会与自己相见,却没想到在这儿就看到了,当真是一次意外的重逢啊。 你怎么会来了?楚阳好奇地问道,你就这么闲啊,难道东皇陛下有没有什么公务要处理吗? 雪泪寒凝目看着他摇头轻笑。 我从来都不会闲的,公务怎么处理也都处理不完的,不过眼下我确实是专程为你而来。 为了我?我有这么大面子? 楚阳指着自己鼻子,很没有自信地问道。 不怪楚阳如此,楚阳在九重天,或者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创者,一个缔造神话谱写传奇的人。 但是在这九重天阙,却实在算不了什么。 冲奇量呢,也就是稍微强壮一点的蝼蚁而已,至少在东皇天的主人,东皇陛下眼中,就是如此。 有渊源是一回事,但双方的实力差距仍是确实存在,真是不虚的。 你这小子啊,还真能搞事儿,雪雷寒轻轻叹了口气,你说你上来这一共才几天哪,居然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他指了指还在蜂拥翻滚往外冒的阴寒凶杀之际。 楚阳有些悲催。 你以为我想啊,我哪知道怎么就突然搞出这么个事儿来啊,一屁就给轰出来了。 一屁轰出来? 就算以雪雷寒的定力,乍文此说,也忍不住地被迎风呛了一下。 楚阳摸摸屁股,呲牙咧嘴地点点头,意思是,的确是自己一屁给轰出来的。 雪雷寒一阵的无语,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 这种时候,雪雷寒自然不会把虎哥给卖了,自己弄出来的,雪雷寒肯定会为自己擦屁股啊。 这点自信楚阳还是有的,但要说是虎哥弄的,估计雪雷寒能够当场扒了虎哥的皮,这绝对是很有可能的。 我不得不说啊,你的确天赋异禀,这份气韵啊,为师非常人能及啊。 雪雷寒拍拍他的肩膀,这句话的口音显然有些唏嘘的意味。 楚阳为之失笑,你唏嘘就唏嘘吧,您既然来了,这烂摊子肯定要靠您解决的。 你弄出这么大的动静,是另有他意吧? 对啊,既然这样,那我就不管了,相信你已经有了详细计划还有实施手段,你就尽情发挥去吧。 雪雷寒和和一笑,每次跟楚阳在一起,雪雷寒都能感觉到自己格外轻松,从内心向外的轻松爽利,甚至精神上也有一种放松的欢愉。 这种情况,雪雷寒自己都觉得差一莫名,自己在九重天阙,乃是圣君之下的第一人,一手掌握整个九重天阙中,浮原最为辽阔的东黄天。 在这片天地,自己就是最高主宰,可以说傲视环宇,目无余子。 可自己却在楚阳最为威莫的时候,就跟他交上了朋友,一个不过是最下层未面挣扎求存的蝼蚁一般的小人物,另一个却是最上层最最位高权重,神仙之流的超级存在。 这样的两个人居然是朋友,而且还是官妻相当密切的好朋友。 这件事要是传出去,绝对连圣君都会惊讶地栽个跟头。 可这偏偏就是事实啊,荒谬到极点的一个事实。 有时候,雪雷寒自己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楚阳固然是符合九节剑的苛刻要求, 但是雪雷寒却完全不必跟楚阳产生如此密切的交集。 只要找到九节剑的继承人就可以了,雪雷寒已经算是圆满地完成那位大能的嘱托。 可也不知怎么的,偏偏就看对了眼了,交上了朋友,还一见如故。 所以啊,有些事情,雪雷寒分明安排几个心腹就可以做的, 却还是选择亲身前来,比如眼前这次吧。 雪雷寒可是很珍惜这种能够放松的机会的。 一般的上位者,比如雪雷寒这种身份的人,能有几个朋友啊? 一般来说呢,真是一个都没有。 上位者不能有朋友, 孤独寂寞才是上位者那种高处不胜寒的位置所应该有的。 雪雷寒很满足, 自己与其他几位帝君相比,实在是幸福多了。 放眼整个九冲天阙,貌似也就只有楚阳一个人, 才会对自己这么没大没小的说话。 偏偏自己听着,他就舒服。 快哉。 听你所听,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你的快乐私塾。 3w.dxp8.com 你说啥?你不管啊? 你不管我咋收拾这个烂餐子? 楚阳顿时就跳起来。 你这怎么说话呢? 你咋就不能收拾了? 你不是有了计划和实施手段, 才进行的这件事吗? 难道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了? 你要知道啊,要是真的有我出手。 那我只要一出手,事情就解决了。 可是这片神源之境,也就在下一刻彻底阴消云灭。 换句话,不管你有什么计划,也就完全落空了。 啊?那咋办啊? 楚阳皱起眉头,尾时是大伤脑筋啊,可是自己能有什么办法啊? 当局者迷啊,你不是有九节剑吗? 雪丽涵含着隐隐的笑意。 你都有这等逆天之物,怎么还要问我呀? 九节剑? 九节剑还有这个能力啊? 你不是开玩笑吧? 开玩笑? 我还真没那功夫。 至于九节剑的能力, 那绝对是你做梦都想不到的。 就算是我面对这个九节剑。 雪丽涵没说完,只是突然改变了话题。 也罢,我既然来了,索性就再助你一次。 让这天发之雷处理的话, 到最后也就是轰击的变成渣了。 没眼神的东西。 楚洋翻翻眼皮, 这伙不是在骂我吧? 还是在骂那个主掌天伐之雷的家伙? 不过听着口气,好像应该不是在骂我。 既然你要挑起事端嘛, 我就再帮你一次。 把九节剑的剑纲释放出来吧。 九节剑剑纲? 自从得到九节剑剑纲之后, 楚洋还真的没怎么用过, 很有点哲其物却无用武之地的感觉。 随后立刻一挥手, 一道剑气呼啸而出。 雪泪汗右手淡淡地画了个圈, 喝了一声。 去! 那道剑纲, 突然间光芒一亮, 猛地飞腾起来, 脚弱神龙一般冲上天空。 猛人间一道清亮的剑鸣, 暗夜的空中突然光滑大盛, 光耀还宇, 普照大前。 整个黑夜, 在这一刻完全变成了白昼。 一道横根数千里的灰红剑光, 展现在空中, 随即斩破乌云, 形成一道如同接天连地的光桥, 奔落下来。 在空中, 分明有人在牙关打颤。 没得, 这道恐怖剑气刚才要是落到我身上。 就听到耳朵里头传了一道危言的声音。 直到不好, 还不快滚! 听到这异常危言, 而且无限熟悉的声音。 云层中人浑身拖唆一下, 连话都不敢再多说一句, 急匆匆的一挥手, 漫天乌云如同屁滚尿流一般, 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走出了数万里, 才刚要松口气, 那声音又追上来。 本座行踪, 半点儿不得泄露。 有违诸而久足, 若有一律, 不妨尝试之。 那人刚要松口气, 就听到这个声音。 突然间浑身一颤, 就从这云斗之上, 一下子栽了下来。 直接摔了个七荤八素, 鼻青脸床。 身边的手下急忙把他扶起来, 关心地询问。 大人, 您这是咋的了? 为什么这样? 这手下人实在是奇怪到家了, 主管风云雷电的大人, 居然能一根头从云头上摔下来, 而且还摔得头破血流, 如丝的狼狈。 这真是见了鬼了? 那位大人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 连脸上的血都顾不得擦一擦, 就急忙解释, 消去所有人的疑虑。 我刚才是在锻炼身体, 每天需要多摔几次, 有益于身体健康吗? 可能我再摔一次, 砰! 一、二、三、四、 二、二、三、四。 这位大人可怜之极地连连从云头摔落, 一干下属, 看得眼珠子都秃秃地掉了出来。 面对如此情形, 一干手下确实不怀疑, 都有了个新的想法。 完了, 咱们大人这是疯了? 那道剑光一下子轰然砸落, 正好就进入那个不断冒着阴寒之力的洞口之中。 一瞬间, 当真有如千里江河突然被拦腰截断, 原本还在铺天盖地涌出的阴寒之气, 凶煞之气, 突然间失去源头, 而且留意在外的凶煞之气也在急速消退。 在那个洞口, 有一柄通体血量的长剑, 充满君临天下的威严, 斜斜地插在那里, 窥然不动。 那阴寒之气凶煞之气, 倒也不是完全消失, 而只能从剑身两侧, 孤独孤独的方式持续地往外冒。 虽说不是完全隔断, 却也没有了那种疯狂奔涌, 最起码现在冒出来的阴煞之气, 在太阳光刚刚出现的时候, 会剑刺地溢散在风中, 无法再造成任何伤害。 现在, 剑钢堵门, 阴寒之气只能缓缓消散, 而且以这种速度, 过个十天半月的, 也就能消散干净。 而且这种程度, 只要见了阳光阳气, 就能彻底化解, 对人间不会造成危害了。 厉害啊, 楚阳赞叹一声, 能一出手就将火头拿捏到如此之准, 果然不愧是天下一人。 从现在起, 这把剑就只有你能拔起来, 雪来寒调了调眉毛, 对我的安排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 一百个满意。 楚阳连连点头, 随后就说, 那这样, 让剑灵也有这个资格吧, 有些事情我不方便出面的。 你个阴险的家伙, 雪泪寒笑了笑, 楚阳一张嘴, 他就知道楚阳打的什么主意, 不由得笑了笑。 将剑灵换出来, 剑过雪雷寒, 雪雷寒便用手一指, 一道黑气从剑灵的身上冒出来, 与山顶内把剑钢形成的长剑融为一体。 可以了。 多谢。 呃, 你也不必客气, 说实话呀, 这股阴寒之气, 乃是一股纯粹的死气, 只可惜我的修炼用不到啊。 要是一些修炼鬼煞的宗派得到, 恐怕会奋为至宝啊。 嗯? 纯粹的死气? 楚阳不由得心中一动, 想起自己的九个丹田, 那阴阳生死丹田, 哼, 那不就是, 不就是那啥吗? 第1612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